接下來我們要上的內容叫昭夜跟季節 這裡是一個重點 就是題目的變化也可以很多種 第一個就昭夜白天跟晚上 太陽照過來左邊是亮的叫白天 右邊暗的叫做晚上 然後呢這張圖呢以後會有用 以後就會拿這張圖來考你 誰的白天長誰的晚上長 要配合地球的自轉 轉一圈白的多還是黑的多 OK也會用 然後位就是 我們看就是太陽每天會東升 西落 從東邊升起西邊落下 升起的叫做白天落下去叫做 晚上落下就晚上 那為什麼你會看到 太陽東升西落 我現在告訴你說 這是因為地球在 自轉的關係 所以跟它東升西落 跟它東升西落 問題是 從小到大 你應該從來沒有覺得地球轉過啊 那你怎麼知道地球在自轉 你如何知道地球在自轉 你怎麼知道地球在自轉 啊 你用什麼方法知道地球在 你用什麼現象 用什麼狀況 能夠知道地球有在轉 而呢 No.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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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什麼現象 什麼狀況 知道地球有在自轉呢 不知道 請坐下 講不知道也可以啦 通常學生給我的 我的錯誤答案就是 因為 太陽會東升西落 不是 古人就看到太陽東升西落 古人怎麼說的 太陽東攻每天爬起來 每天 落下去 太陽在轉 所以不是這個原因 有兩個方法知道地球會自轉 一個國中不交 佛科版 那個圖就是佛科版 就是 拿一個單擺在擺動 旁邊看 有沒有看到 擺動那個面會轉圈圈 轉圈圈 你如果放在北極或南極 它會一天轉一圈 如果你放在四大 它不會轉 它不會轉 它不會轉圈圈 擺在不同緯度 轉一圈的時間會不一樣 測量結果 跟 那個 計算結果是 相合的 是相合的 所以 我們就會知道地球在自轉 還是跟你 解釋一下好了 就是 地球在自轉 這一站 它還在擺 還在北極 在旁邊看 地球在轉 所以它們一天會轉 一圈 海在赤道 插一根 海來擺去 地球在自轉 所以 海面不會轉 你懂嗎 所以 然後不同緯度會轉 時間會不一樣 轉一圈轉的時間會不一樣 所以由此 可以證明地球會自轉 這個 國中沒教 下一個是國中會教的 周六運動 我們 我們當回解釋 我們當回解釋 什麼叫周六運動 這個可以證明地球在自轉 地球怎麼自轉 背 這背過了嘛 北極向下看 逆時周滿 由西向東自轉 現在多講一句 自轉軸指向北極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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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就會有周日運動 周日運動 地球的運動方向 由西向東自轉 自轉軸指向北極星 由北極星 由北極向下看 逆時中轉 南極向下看 順時中轉 不管順時中 逆時中 都是由西向東轉 周六運動 夜空中 所有的恆星 每天都會由東向西 到北極星轉一圈 然後就留下這個照片上的星機 轉成一圈一圈的 好 轉成一圈一圈的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由東向西 到北極星轉一圈呢 原因一 原因一 所有的恆星 每天都讓北極星轉一圈 這個當然跟觀測結果不合 原因二 你們沒有懂 我懂 我的自轉軸對著北極星 我 游西 我拳是西 張手是東 我游西 向東轉 就看著你 由東 往西爬 我一天轉一圈 所以你們也一天 轉一圈 大家都一天轉一圈 你們心裡面沒有動 是我動 所以你們大家一天轉一圈 所以這證明了地球會 自轉 所以這個證明了地球會自轉 好這個可以考很多題 這讓地運動可以考很多題 第一個 我們在相同的時間走過相同的角度 我們如果現在這裡有一顆星 這裡有一顆星 然後呢我們經過一小時 這個也經過一小時 請問你 這兩個角度誰大 一樣大 大家都是一天轉一圈 半天轉 半圈 所以 大家同樣的時間走過相同的角度 問你走幾度 24小時走 360度 一個小時走 15度 所以我告訴你 我觀察了四個小時 它走幾度 60度 就可以算 60度 相同時間會走過相同的 角度 再問一個問題 請問你 它是從 左邊到右邊 右邊到左邊 40度還是逆時鐘 面對北方 右手東 左手西 又跑到左 所以看起來什麼時鐘 逆時鐘 逆時鐘轉 靠 怎麼轉 逆時鐘轉 OK 靠 幾度 一個小時走 15度 靠 誰角度大 同樣時間角度會 一樣大 台灣角度會一樣大 一樣大 OK 這就是 我們可以考的題目 我們還可以哦 北極心不動 因為自轉軸對著北極心 所以北極心不會動 來來來 我考你 我考你 北極心不會動 高中老師考你 北極心會動 因為自轉軸沒有剛好對著北極心 旁邊一點點 所以沒有轉一個很小很小的一圈 北極心 就呼嚨了 不會動 高中生 高中生問過我 老師委員會不會動 我說你高中 北極心會動 我考你北極心 不會動 高中老師考你北極心 會動 北極心會動 聽懂嗎 北極心會動 OK 好 北極心的楊角會等於緯度 來看上面就知道了 北極心無限遠平行光照進來 上面這個P叫做楊角 上面這個P叫楊角 水平抬頭叫做楊角 水平抬頭叫楊角 然後呢 這個腳跟這個腳相等 叫做同位腳相等 那麼這個P跟這個P一樣大 叫做同於 同於 那麼這個P就是什麼 這個P就叫做緯度 所以北極心的楊角就是緯度 北極心的楊角就是緯度 我們會教兩個角度緯度 就是一個 但是這個只用在北半球 因為南半球看不到 北極心 好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當年問學生有問題嗎 有 什麼問題 老師 什麼叫緯度 我咧 這不是號稱 我一個 地理教過的事情嗎 還是小優教過 他問我什麼叫緯度 快瘋掉了 OK 好 來 天球是運動 來 這邊 有一顆星 擺一顆星吧 這裡放一顆星 好 這裡把它擺一顆星 擺在北半 我要把它擺在北半球 為什麼 為什麼不讓我把它擺到北半球去 你放到北半球好笑就好笑了 好 這裡有北半球 可是這樣的話太上面了 為什麼我現在移不過來 好 沒關係 開始 繞圈圈 哦 對不起 暫停 我要讓他有個尾巴 讓你知道他在跑 讓他跑 繞圈圈 讓北極星轉一圈 一天會轉一圈 一天會轉一圈 一天轉一圈 好 讓他跑 好 好 一天轉一圈 所有的恆星 每天由東向西到北極星 轉一圈 週日運動 週日運動 OK嗎 可以了嗎 OK 很好